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 下半年总会大会圣职大会 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 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余快林的麦基喜德圣职唱诗班演出 总会会长团蒂尔兹里迪特乌西多会长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 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 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 他指派我主持 大会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大会堂 会议厅百汉阳大学的玛利奥特中心 普罗福传教室训练中心 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国家 供圣职持有人收看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余快林的麦基喜德圣职唱诗班演出 指挥是贾斯丁比尔 管风琴私琴是克雷克丁森 唱诗班将献唱起来属神的男子 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 接着由今天下午刚卸任的七十元 理查辛格莱长老做开会祈祷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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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ISE UP, O MEN OF GOD, TREAD WHERE HIS PEAT HAVE TRONT, AS BROTHERS OF THE SON OF MAN, RISE UP, O MEN OF GOD, RISE UP, O MEN OF GOD, AS BROTHERS OF THE SON OF MAN, RISE UP, O MEN OF GOD. 我们永恒的天父,我们身为圣旨的持有人,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我们还有许多无数的圣旨持有人在世界各地,也聚集在一起。 借着奇妙的科技,我们祈求你的领域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聆听,并且接受这些信息。 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和使徒,求您祝福我们的先知,孟孙多玛会长, 还有祝福他的永恒的伴侣,孟孙姐妹。 请你祝福他们,让他们知道您爱他们。 我们感谢福音能够复兴,还有圣旨能够复兴,帮助我们能够使用圣旨来祝福他人。 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天父,赐给我们复兴的福音,使我们得以知道在今生有可行的道路。 天父祈求您在今晚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不断地进步成长,能够荣耀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我时时需要主》,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杰弗瑞赫伦长老的演讲。 接着由总主教团第二资里奇斯麦克木林主教演讲。 麦克木林主教演讲之后,七十元克里斯瓦德尔长老将为我们演讲。 麦克木林主教演讲。 麦克木林主教演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need Thee, O I need Thee Every hour I need Thee O bless me now, my Saviour I come to Thee I need Thee Every hour, most holy one O make me Thine indeed Thou blessed Son I need Thee, O I need Thee Every hour I need Thee O bless me now, my Saviour I come to Thee O bless me now, my Saviour I come to Thee I come to Thee Nothing happened in mine I come to The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好的诗歌 请刚才辛格莱弟兄美好的开会祈祷 我今天想要直接了当地谈一些事情 我谈话说话的对象 包括亚伦圣职男青年 当我们讲述约瑟斯密非凡的第一次意象时 有时候我们会谨慎地避免多谈 在那之前发生的险恶对峙 那次对峙的目的 是要尽可能地摧毁那个男孩约瑟 或至少阻挡即将到来的歧视 除非必要 我们尽量不去谈论那位敌人 我一点也不喜欢谈论他 但是年轻约瑟的经验提醒我们 惠众里的每个人 包括每位男青年 都需要牢记的几件事情 第一 撒旦、路西弗或万黄之父 不管你怎么称呼他 他是真实存在的 是邪恶的化身 他始终心怀恶意 强烈阻挠救赎之光 出现在真理思想之中 第二 他永远反对神的爱 耶稣基督的赎罪 以及平安与救恩的事工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他可以 他都会与这些事情作对 他知道最终他会被击败 驱逐 但他决心尽他所能 又使最多的人 与他一起沉沦 那么 当永生岌岌可为时 魔鬼在这场战斗当中 所使用的伎俩是什么呢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从 神圣树林里的那次经验里 找到答案 约瑟记录说 露西弗努力对抗一切 即将发生的事 施展惊人的势力 好像绑住了我的舌头 使我不能说话 就像 裴道潘会长所说的 撒旦无法直接取走性命 那是他无法办到的 许多事情之一 但是 很显然的 只要他能绑住 忠信者的舌头 他阻止这事工的努力 势必发挥很大的作用 弟兄们 如果情况是那样的话 我今晚要找出 关心这场善恶之战的男士 不分老少 只要他愿意拥护战场 开口发生 我们正处在战争当中 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我要征召愿意上战场的人 我需不需要喝几个小节的 我等皆是军人呢 你们都知道那段歌词 无人等待同志 谁肯 自愿效劳 当然 这次征召路的优点是 你们并不会被要求 去射击步枪或投资手榴弹 我们要的部队是会用 神口中所发出的每一句话 当成他们的作战武器 因此 今晚我要找的是传教士 他们不会自己绑住舌头 却会借着主的灵和圣旨的能力 开口传讲 造就奇迹 教会早期的弟兄们说 这样的说话能力 是信心的伟业 在过去和未来 借以成就的方法 我要特别请亚伦顺时男青年人做好 集中注意力 请容我用运动 为你们做一个比喻 我们正在一场生死存亡的竞赛中 我们的对手憎恨你们 所以我要更靠近你们的脸 鼻尖对着你们的鼻子 让你们近距离感受到我迫切的声音 就像当比赛中双方差距很小 而胜负至关重要时 教练会做的那样 由于战况激烈 我这个教练告诉你们 洛阳下场比赛 你们当中一些人在道德上 必须比现在更为捷径 在这场是非善恶的战役中 你不能在每次诱惑来临时 都为敌人效力 然后期望在圣殿里 和传道期间 换个衣服 敢为救主效命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的年轻朋友们 你不能那样做 神是轻慢不得的 你我现在有个进退两难的处境 那就是 教会记录上已有数十万 亚伦顺职年纪的男青年 这些人 是我们的准传教士 但问题是 要让这些执事 教师和祭司 保持活跃和配衬到 主已被案例为长老 并且担任传教士 所以我们需要 已经在这队伍里的男青年 留在队伍当中 不要在我们需要你们 投入比赛 全力以赴的时候 又严重犯规 就我所知 几乎所有的运动竞赛 都会在场地上 划好界线 每位参赛者 都必须留在场内 才能比赛 主也已为蒙昭与他 从事这事工的人 画好了配衬的界线 没有任何传教士 可以既为悔改性罪 说亵渎的言语 或沉溺于色情当中 然后还期望 能够要求别人 悔改那些罪 那是办不到的 圣灵不会与你同在 你要说的话 会卡在你的喉咙里 你没有办法走在 黎海所说的净土上 还期望能引导别人 走上窄而小的路 那是办不到的 但你能够克服这项挑战 就如同你要教导的目道友 也能克服他们的挑战一样 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做过什么事情 都能够获得宽恕 男青年 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抛弃 正困扰你们的罪 那就是宽恕的奇迹 是耶稣基督赎罪的奇迹 但如果你们 没有主动积极地投入福音 或是没有做必要的悔改 就不可能办到 我要你们男青年 活跃 洁净 必要的时候 我的意思就是要你们 恢复活跃 从获洁净 弟兄们 我直接了当对各位说的原因 是因为 婉转的说法 很少见到成效 我们坦率直言 因为撒旦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决心将你们摧毁 他所影响的对象 年纪越来越轻 所以我们要抓住你的衣领 用我们知道的方式 尽可能强有力的呐喊 听那厮杀之声 清晰的传入耳 加入行列 加入行列 我的年轻朋友们 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当中 我们还需要上万名的传教士 他们必定得来自于 人数不断增加的亚伦圣职弟兄当中 经过案例 保持活跃 洁净 并且配衬去服务 对于那些 已经传教或正在传教的人 我们要感谢 你们的美好行为 以及你们所感化的生命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也了解到 有些人毕生 殷切的期盼能够去传教 但是 由于健康因素 或其他无法控制的阻碍 而无法办到 我们要公开的 骄傲的向这群人致敬 我们了解你们的渴望 我们为你们的奉献精神喝彩 我们爱你们 钦佩你们 你们已经在这队伍里 永远都是 即使你们光荣地 免除这项全职服务 也是如此 但对其他人而言 我们需要你 现在 各位麦基奇德 圣职弟兄 不要面带 微笑 舒服地坐在椅子上 我还没有说完 我们还需要 几千对夫妇 为教会传教 每位传道部会长都恳求能得到夫妇传教士 不论这些夫妇在哪些地方服务 都让这事工更加完善 年仅19岁的年轻人尽管在优秀 也无法提供同样的服务 为了鼓励更多夫妇去传教 总会会长团与十二使徒定儿主 做了近50年来传道事工上最大胆 最慷慨的决定之一 今年5月 与传道事工有关的圣事领袖 都收到一份通告 提到夫妇传教士的住屋费用 我们指的仅仅是住屋费用 如果这样的费用超出每月预定的金额 将会由教会的传道基金补助 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 这真是来自天上的协助 能疏解夫妇在传教期间 面临的最大的单一费用 总会弟兄也决定 夫妇传教士的任期 可为六个月或十二个月 也可为传统的十八个月或二十四个月 另外一个好消息是 教会已经允许这些夫妇 可以在自行负担费用的情况下 短暂返家参加重要的家庭活动 而且不用再担心 他们得像十九岁的年轻人一样 挨家挨户的敲门 或遵照相同的作息时间 我们不会要求你们做这些事 但有其他许多事情是你们可以做的 而且在执行的方式上 有很大的自由 弟兄们 我们了解你们之中 有些人因为健康状况不佳 或是家庭或经济因素 目前无法成行 或永远都无法传教 但只要稍作规划 你们许多人都可以去传教的 主教和事联会会长 请你们在你的议会和大会当中 讨论这样的需求 当你们在聚会当中坐在台上时 要祈祷 注视会众 并寻求灵感 帮助你知道哪些人 应该收到传道召唤 接下来 与他们谈谈 帮助他们设定去传教的日期 弟兄们 当这天到来 请告诉你的妻子 你可以几个月不碰躺椅和遥控器 而他们呢 也可以离开孙子女 那些亲爱的小宝贝 不会有事的 我应许你们 你们在为主服务时 所能为他们做的事情 是你们在家中陪伴他们 所永远无法达成的 主父母 所能给予后代的礼物当中 最宝贵的莫过于 以身教可言教说出 在这个家庭里 我们都去传教 传道施工 不是这个庞大美好的教会当中 我们唯一需要去做的事 但几乎其他我们需要去做的 每件事情 都有赖人们先听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 并且加入这个信仰 的确 那就是为什么 耶稣最后赋予十二使徒的责任 就是那基本的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那时 而且唯有在那个时候 福音的其他祝福 才会来到 家人团结 青少年计划 甚至的更像应许 以及引领我们 记录圣殿的各项教仪 但就像尼菲所见证的 在一个人进入那扇门之前 那些祝福都不会来到 在永生的路上 有这一切事情需要做 因此我们还需要 许许多多的传教士 开启那扇门 帮助其他人通过 我要每位年轻 和年长的圣职之友人 发出更强大 更投入的声音 这不仅是为了对抗 邪恶和撒旦 那位邪恶化身 所发出的声音 也是为了良善 为了福音 为了神 而发出的声音 各位年龄层的弟兄们 要松开你们的舌头 目睹你们的言语 在那些只因为不知道 要到哪里找真理 而与真理隔绝的人的生命里 请契机 束缚那前线 快上战场 真理乃无等甲胄武器 守护那迎风飘扬旗帜 我等喜悦 喜悦的行军返家园 奉我们的父子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lder Holland Sign me up 赫伦 长老 让我加入吧 在总会持有 权柄人员 最近的一次训练会议中 多马孟孙会长 再次强调亚伦 甚至持有人的职责 与机会 我要根据在会议中 得到的指示 对各位演讲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取决于人民 是否善尽职责 这项有关职责的原则 是最基本的 因此 圣职持有人 受到劝诫 因此 现在每个人 都要学会他的职责 十分勤奋地执行 他被指定的职务 孟孙会长说 当圣职持有人 接受一项指派 背后便有一份职责 所在 你的首要职责 就是要了解主的旨意 然后 你要借着他的神圣 圣职的能力和力量 在同胞面前 光大你的召唤 使他们 乐于跟从你 主谈到自己的职责时说 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父的意思 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 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耶稣基督 进到了他的职责 使全人类都可以借着福音 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 弟兄们 这就是我们必须遵行的标准 我从亲身经验中观察到 你们担任职事 教师和祭司的人 在履行职责方面 就如我们所期许的那样 甘心乐意 可靠 又有能力 我们钦佩你 你们的活力具有感染力 你们的能力让人赞叹 和你们在一起令人士气高昂 在天父为他子女所做的事工 以及为迎接他神圣儿子的第二次来临 所做的准备中 你们和你们所持有的亚伦圣职职位 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看你们和你们的职责时 所看见的不是一群年纪轻轻的人 保罗 谈到你们时说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古代 能力又在世上复兴 使得福音真理 能在人的灵魂生根 亚伦圣职 崇高真理 前来准备 藉由神之爱子 使救赎得成 要运用这些力量 绝非男孩能力所及 但当男孩披着圣职的斗篷 我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亚伦圣职的能力和权柄 遵照圣约和诫命 是持有天使施主的权要 主理外在的教义 福音的条文 为赦罪的悔改洗礼 陪道潘会长曾说 我们已经成功地 散布圣职权柄至各地 几乎在每个地方 建立起圣职权柄 但是我认为 我们散布圣职权柄至各地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散布圣职能力的速度 为了使神儿女的永恒福祉 我们必须解决这个情况 我们的先知曾告诉我们如何做到这件事 孟孙会长曾说 我要见到圣职的能力得到巩固 我要看到这样的力量和能力 遍布于全体圣职弟兄 从教会里最高阶层的领袖 到最基层最不起眼的执事 每位弟兄都应该寻求神的启示 并从中获益 这样的启示乃天上的光 照亮他的灵魂 让他明白他的职责 以及有关他圣职责任分内的事工 一位执事 教师或祭司 怎样才能接受启示之灵 并光大召唤呢 他所过的生活 必须使他享有圣灵 使人洁净 圣化 及蒙受启发的力量 这件事的重要性 可以从阿尔玛的这番话看出来 我告诉你们 我就是依照这体制蒙招的 要向新兴的一代宣讲 他们必须悔改和重生 当一个人重生 他的心就改变了 他不会有做邪恶 或不洁之事的欲望 他会对神充满深切恒久的爱 他想要成为良善 为人服务 并且遵守诫命 约瑟F斯密会长 描述这种巨大改变的亲身经验 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全然的平静 慈爱和光明 我的灵魂感觉到 我若犯了罪 以获得宽恕 并且已从罪恶中洁净 我的心深受感动 觉得即使脚下有小小的昆虫 我也不想伤害 我很想到各处去造福人 去行善事 我感觉到新的生命 有新的渴望去做正确的事 我的灵魂中 再也没有一点作恶的念头 我受洗时还只是个小男孩 真的 但这就是我受到的影响 并且我知道那是来自于神的 此后这就成了我一向活生生的见证 知道我以为主所接纳 因此我们呼吁美好的年轻弟兄们 要努力得到重生 要祈求在你们的生命中 也有这种巨大的改变 要研读经文 你们最大的渴望应该是认识神 并且像他的神圣儿子一样 好好享受你们的青春岁月 但要把孩子的事丢弃 不说亵渎和愚蠢的话 远离一切邪恶 避免争论 必要使悔改 这么做 能让你们蜕变为成熟 高尚的男人 你们会具备勇气 可靠 谦逊 信心和良善等特质 朋友会钦佩你们 父母会赞扬你们 圣职弟兄会信赖你们 女青年会仰慕你们 并因为你们的缘故而变得更好 神会敬重你们 在你们从事圣职服务时 赐予高天的能力 我们其余的人 都会尽我们的本分 身为父母和祖父母 我们会帮助你们准备好 在神的国度中 更忠诚地服务 身为你们的弟兄 我们会做好榜样 让你们效法 我们会增强你们 定儿组的力量 我们会支持你们的 定儿组会长团 协助他们运用 主领的全要 我们会提供机会 让你们能充分履行 亚伦圣旨的职责 并光大召唤 透过你们的服务 教会将蒙得伟大的祝福 天使借着圣灵的力量 讲话 你们也能做到这件事 你们借着圣灵的力量 祝福并竹领神圣圣餐的 象征物面包和水食 男人和女人 男孩和女孩都会努力悔改 想要增加对基督的信心 想要一直有圣灵为伴 你们进食并收集 进食捐献时 教会成员会受感动 而效法救主的行为 主关怀穷人 受到压迫的人 并且招呼众人来跟随我 你们为照顾不幸的人 所做的服务 也在鼓励我们 从事他的圣功 此外 你们在照顾贫穷者 贫困者方面 所做的服务 不仅帮助我们 参与主的神圣事工 也帮助我们 保有过去罪恶的赦免 你们探访每位成员的家时 不要畏惧 也不要害羞 圣灵会在当下 让你们知道 要说的话 要做的见证 和要提供的服务 你们勤奋努力地 一直看顾教会成员 必会获得成果 你们真诚的态度 会让最顽固不明之人 卸下武装 并使魔鬼松手 对于那些 因福音之光暗淡 或熄灭而 迷失在黑暗中的人 你们若邀请他们 与你们一起参加聚会 一同领受圣餐 一同服务 对他们的生活 必定犹如酒 和逢冯干领 我亲爱的年轻弟兄们 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在亚伦圣旨被授予 和案例给你们时 你们已接受了这项恩赐 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你们不要以给我们的主 做见证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领受福音 神以圣招招我们 是万古以先 在基督耶稣里 赐给我们的 我们亲爱的先知 已经召唤你们 去从事圣职服务 我们向你们致敬 为你们祈祷 因为能与你们一同服务而欢欣 并且因你们有能力去施助 带给他人救恩而感谢神 我见证 神是我们永恒的父 祂住在远处的诸天里 耶稣基督是神的圣子 和世界的救赎主 你们亚伦圣职持有人 是祂在世上的使者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对传教士而言 传道生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就是和传道部会长做最后一次的临别的面谈 整内面谈中会讨论到这18到24个位当中 做传教士互动哪一些毕生难忘的经验 和随到哪一些重要的事情 虽然这些经验和教训 有许多可能是传教士们都会有的 但每个人的传道经历都是独特的 会根据我们特别的需要和个性 而有挑战机会来锻炼和提示我们 早在我们离开世上的家庭 去从事全部时间 传道服务之前 我们离开天上的双亲 来完成今生的使命 我们有一位天父 他认识我们 知道我们的优点缺点 能力和潜能 他知道为了让我们成为 称职的传教士 丈夫 父亲和圣子领袖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传道部会长 同伴 教会的成员 和木道友 先知 先见 其事者 在圣灵的指引 与影响下直派传教士 受灵启发的传道部会长 指导每六周一次的搬家事宜 并且马上就明白 救主确实知道 他要每个传教士在何处服务 多年前 有位来自西班牙马德里的 贾维尔米西格长老 在亚利桑拉州担任 全部时间传教士 当时 他蒙召到美国传教 似乎有些不寻常 因为大部分的西班牙年轻男子 都蒙召唤在自己的国家服务 有一次 他和同伴受邀到 去参加一场 支联会的卢边聚会 聚会结束之后 有位不太活跃的教会成员 走到他的面前 这位弟兄是会和一位朋友一起来的 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进教堂 他问米西格长老 是否认识一位 住在马德里的何西米西格 那米西格长老回答说 他的父亲就叫何西米西格的时候 这位弟兄兴奋地追问了几个问题 也确认这位就是他所提到的何西米西格 当在他们确定他们所说的是同一个人之后 这位不太活跃的教会成员开始落泪了 他说 你父亲是我整个传道期间唯一施洗的人 在他看来他的传教是失败的 他说自己多年来在教会不活跃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称职 而心情沮丧 他认为自己有点让救主失望 米西格长老接着说 那位传教士知认失败的传教经验 却对他的家庭意义非凡 他告诉这位弟兄 他的父亲受起的时候是年轻的单身成人 后来在圣殿中结婚 育有六名子女 米西格长老是排行老师 他有三个哥哥和一位姐妹传过教 他们都在教会里面活跃 而且已结婚的弟兄姐妹都在圣殿完成了运证 这位不太活跃的返乡传教士开始啜气 透过他的努力 如今他知道有许多人的生命蒙受了祝福 而救主确实派了一位长老 远从西班牙马德里到亚利桑拉 来参加一场卢边聚会 只为了让他知道他并没有失败 主知道美国传教士在何处服 在传教的过程当中 无论救主用什么样的方式祝福我们 这传道的祝福并不是我们在支联会 会长把我们席认之后变告宗旨了 你的传道是在往后的人生当中提供训练 藉由中信的服务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见证 目的是要提供一个以福音为中信的基础 这基础会从今生持续到永恒 然而若要在传教结束或继续地得到另一些祝福 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 因为凡要从我手里得到一个祝福的 必须要遵守那祝福指定的律法 和一些有关的条件 出埃及记中的故事交到了这项原则 摩西接受主的委派 他回到了埃及 带领以色列的子民脱离了束缚 一次又一次的灾祸发生了 但都无法成功地让他们得到自由 后来在第十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灾祸占领 因为那一夜我要寻回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投身的 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 主为了保护祂的人民 躲过那灭命的 只是他们要献上一只无残疾的公羊膏 作为祭品 而且要从祭品上收集鲜血 于是他们就取点血 把血涂在他们房子的路口 房屋左右门框 在门妹上 耶和华怎样吩咐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他们献上了祭品 收集了鲜血 并租在他们的房子上 到了半夜 耶和华把埃及地 所有的长子都禁杀了 按照主的应许 摩西和他人民都收到了保护 以色列人所使用的鲜血 是来自他们所献祭的祭品 象征了救主 后来的赎罪 然而单单只有祭品跟鲜血 并不足以获得这项应许的祝福 如果没有将鲜血涂在门框上 献祭也只是枉然 孟孙会长曾教导 传到事工并不容易 需要消耗体力 竭尽能力 运用最佳的能力 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 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 更多的热忱 或这样的牺牲和热切的祈祷 在做了另一样的牺牲之后 我们传教返乡的时候 就会带回属于我们自己的礼物 信心的恩赐 见证的恩赐 理解圣灵角色的恩赐 免日研读福音的恩赐 成为救主服务的恩赐 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恩赐 收藏在磨损的经文 破旧不堪的宣讲的福音 传教日记和满怀感恩的心中 然而就像以色列儿女一样 要持续获得传道的祝福 就有赖我们在付出牺牲之后 遵行主的旨意 几年前 我跟瓦德尔姐妹 祖领西班牙巴赛 同那传道部的时候 我们在每一个传教之后 最后一次面谈的时候 提出一个最后的一项指派任务 我邀请他们返乡以后 能够立刻花时间思考 宽大为怀的天赋 让他们学到哪一些事情 和给他们哪一些恩赐 我也请他们通过祈祷 写下和沉思 如何有效地将所学到的事情 能够运用在返乡以后的生活当中 这些教训会影响 他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教育 职业的选择 婚姻 子女 未来的在教会中的服务 最重要的是 他们会继续成为怎么样的人 以及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要如何持续地成长 对任何一位返乡传教士而言 思考这些借由中心服务 所学到的事情 并且更潜伏地 运用在生活当中 永远都不会太迟 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 我们必会在生命当中 更充分地感受到圣灵的影响 我们的家庭会更巩固 我们会接近天父和救赎 和天父 在以往一时总会教育大会中 多把贝利长老提出的这项邀请 我呼吁诸位返乡传教士 再次地奉向自己 再次充满传道的渴望和激情 我呼吁你们要看起来 向天父的仆人 要成为天父的仆人 也要做天父仆人所做的事情 我应许你们 如果你们怀着以往 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 那种热忱 继续向传道推进 你们就有伟大的祝福 那就是每一位配色有能力的年轻人 都应该准备去传教 传道服务是一项圣职的职责 我们已获释良多 主期望我们去旅行传道的服务 主认识你 就像他认识 过去和现在的传教士一样 而且也已经为你准备好传教的经验 那知道你的传道会长 以及他美好的妻子 会爱你 将你视如己出 也会为你寻求启发和指引 他认识你每一个同伴 知道你会从他们身上 学到哪一些事情 他了解你去服务的每个地区 你要遇到了教会的成员 你要教导的人 以及你对他们的生命 会产生永恒影响的人 藉由你尽心经历服务 和乐意的牺牲 你的传道服务将成为你的圣地 当圣灵透过你去触动 你所教导之人的心时 你会看到归信的奇迹 在你为传教做准备的时候 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你要成为有效主 有效的仆人 需要的不只是接受按手选派 带上名牌 进入传教士训练中心 这些准备搅在你 被升为长老之前就开始了 去传教的时候 要带着你对摩尔文经的个人见证 这见证既有研读和祈祷获得的 摩尔文经是证明 耶稣基督神性的有利证据 是证明先知 约瑟斯密复兴福音的证悟 身为传教士的你 必须要先有自己个人的见证 知道摩尔文经是真实的 圣灵的见证 会成为你教导的核心 第二 去传教的时候 要配身地拥有圣灵为伴 太福彭顺会长曾说 圣灵是这四宫中最重要的一环 有圣灵来 有圣灵来关到你的召唤 你就能在传教区区 为主行习击 少了圣灵 你不管你有多少的才华跟能力 你都不会成功 第三 去传教的时候 就已经准备好要工作 你是否是一个成功的传教士 主要是根据你在寻找 教导 洗礼跟证实 所奉献的心理来衡量的 你应当每天有效率的工作 尽最大的努力来带领灵 归向基督 我要重述 罗素培勒长老 对一群准备去传教的 男青年所提出的邀请 我们同样指望着 你们这些持有 亚伦甚至年轻弟兄 我们需要你们 你们就像希拉曼两千 明青年的战士 你们也是神属灵的儿子 你们也可以获得力量 来建立和护卫他的国度 我们需要你们像他们一样 定立神圣的圣业 我们需要你们像他们一样 完全以服从跟忠信 只要你们接受这项邀请 你们会学到宝贵的一课 就像米西哥长老 以及所有成中性的传教 返乡 定运用传教经验的人一样 你会知道 先知东马孟生会长的话 是真实的 你们有着传教的大好机会 永恒的祝福等着你们 你们有机会在 圣职服务的舞台上演出 不再是观众 我尽量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弟兄 唱诗班级会众现在要一起唱 欢欣救主是王 之后 我很荣幸为各位演讲 之后 有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礼 亨利爱您会长演讲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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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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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我亲身体验到教会福利计划所带来的种种祝福 虽然当时年纪还小,但我依然记得罐头水蜜桃加上麦片粥的甜美滋味 以及捐赠给战后德国圣徒的衣物那股特别的味道 这些都是美国教会成员的爱心 我永远珍惜在我们非常艰苦的时候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些爱心善举 这项亲身经验加上受灵启发的福利计划迈入75周年 让我有理由再次省私照顾贫困者成为资历 以及为我们同胞服务等基本原则 有时候,我们仅把福利视为另一个福音主题 是福音树上的众多字条里的其中一个 但是我相信在主的计划里,我们对福利原则的承诺 应当成为我们对他的信心和忠诚的根本 自太初以来,天父对这项主题已经说得很清楚 不论是用温和的请求 如果你爱我,就要顾念穷人 献出你应当分给他们的财产,援助他们 以及直接的命令 凡事都要记得贫穷和困苦的人 生病和受苦的人 因为不这么做的,就不是我的门徒 或是强烈的警告 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 而不按照我的福音律法 将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 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 在地狱中举目向上 两条最大的诫命 爱神和爱我们的灵人 结合了属士和属灵两个层面 这两条诫命被称为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是其他诫命的总纲 这一点很重要 换句话说 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的优先顺序 都要以这两项诫命为出发点 所有其他的目标和行动 都应当源自这两条最大的诫命 也就是爱神和爱我们的灵人 属士和属灵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 是密不可分的 自于万物生命的主曾宣告 所有的事物都是属灵的 我从未给你们属士的律法 对我而言 这意味着属灵生活的首要重点在于生活 我们不仅要知道和研究属灵的事情 更要过属灵的生活 可惜的是 有人忽略了属士 因为他们认为属士比较不重要 他们重视属灵而看清属士 虽然思考天国的事物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未能向同胞伸出援手 我们就是不了解宗教的精髓 举例来说 以诺建立西安社会 是透过属灵的过程 帮助人民一心一意 并且透过属士的工作 确保他们之中没有穷人 在一切世上 我们都可以仰望我们完美的典范 耶稣基督 来找出一项模式 小路宾克拉克会长曾教导 救主来到世上时 有两项伟大的使命 一个是完成弥赛亚的责任 为坠落带来赎罪并成全律法 另一个事工 就是他亲身解除弟兄姐妹们的痛苦 同样的 我们属灵的进步 是与为人提供属士服务密不可分的 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 只要缺乏其中一项 就是神迹 幸福计划的仿冒品 世上有许多好人和良善的组织 努力满足各地贫困者的迫切需求 我们对此非常感激 但是主照顾贫困者的方式 与世俗的方式有所不同 主已说过 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他在乎的不只是我们立即的需求 他更关心我们的永恒进步 因此 一直以来 主的方式除了照顾贫穷者之外 还包括自力 捍卫灵人服务 1941年 希拉河的河水泛滥 淹没亚利桑那州的邓肯谷 年轻的支联会会长 宾塞干 与他的两位资礼开会 评估损害情形 并发电报 致沿湖城要求一大笔款项 希伯郭会长并没有送出这笔钱 却派了三位弟兄前往 亨利摩尔 莫林罗木义 以及海勒利 他们拜访甘会长 教导他重要的一刻 他们说 这并不是一个予取予求的计划 这是一个自述的计划 许多年后 甘会长说 我想 要总会弟兄送钱 给我们 会是件容易的事 坐在我办公室里 分配款项也不难 但是 当我们数百位当地成员 前往邓肯 煮起篱笆 脱走甘草 产平地面 并做了一切必要的事之后 我们获益良多 这就是自主 甘会长支联会中的成员 遵从主的方式 不仅满足了他们自身的立即需求 同时也在彼此服务时 培养自立 减轻痛苦 并在爱与团结中成长 此时此刻 教会中有许多成员 正在受苦 他们饱受饥饿 经济拮据 并遭遇各种身心和灵性上的痛苦 他们全心全力的祈求 能得到救助和帮忙 弟兄们 请不要认为这是别人的责任 这是我的责任 也是你的责任 我们都蒙征招 都指的是全部的人 每位亚伦圣职和麦奇喜的圣职持有人 不论贫富 不论国籍 在主的计划里 每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 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学到这个教训 富人和贫困者 都有相同的神圣责任 要去帮助灵人 唯有我们大家通力合作 才能成功地运用福利和自利的原则 我们注意到周遭人们的需求时 往往会希望远处有某个人 会神奇地出现 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也许我们是在等待学有专精的专家 来解决特定的问题 当我们这么做时 我们就在剥夺灵人 原本可从我们这里接受到的服务 同时也剥夺了自己服务的机会 请专家没有什么不对 但让我们看清事实 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专家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主在全球各地都有他的圣职 其圣职组织 而且就尽在支持 再者 他已安排辞助会从旁协助 我们圣职持有人都知道 如果不善用教会姐妹们卓越的恩赐和才能 福利事工是不会成功的 主的方式并非坐在岸边 等待河水退去 再过河 主的方式是群策群力 卷起袖子一起工作 搭起桥梁或建造船只来横跨饿水 克服挑战 西安的男子们 身为圣职持有人 你们要应用福利计划中受灵启发的原则 来带领圣徒 疏解圣徒们的困难 你们有使命要张开眼睛 运用你们的圣职 以主的方式工作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 总会弟兄请海勒里找出方法 来解决当时遍及全球的赤贫 苦难和饥荒等问题 他为此绞尽脑汁 并向主求问此事 他问道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组织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主仿佛这样对他说 孩子 你不需要另外设心的组织 我已经赐给你地面上最伟大的组织了 没有任何组织比圣职组织更伟大 你只需要让圣职充分发挥作用 这样就够了 在我们的时代 教会福利也要从圣职组织开始 我们已经有主的组织 我们的挑战是决定如何加以运用 首先我们要让自己熟悉主已经启示的一切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懂 我们需要像孩子般谦卑地面对此事 主照顾困苦者的方式 有其教义基础 而每一个世代都必须重新学习这些教义 多年来 许多先知已经教导我们 教会的福利原则并非只是很好的构想 这些原则是神所启示的真理 是他帮助困苦者的方式 弟兄们 首先要研读已经启示的原则和教义 阅读指导手册里有关教会福利的部分 善用providentliving.org这个网站 重新阅读2011年6月利亚赫纳里 有关教会福利计划的文章 找出主供应他圣徒的方式 了解照顾困苦者 为灵人服务 以及自立这些原则如何相辅相成 以主的方式自立 包含了在生活各方面取得平衡 包括教育 健康 就业 家庭财务 以及灵性力量等等 让自己熟悉教会近代的福利计划 研读了教会福利的各项教义和原则之后 要努力在你们管家职务所负责的范围内 运用所学去处理他人的需求 这就是说你们大多需要自行找出解决方案 每个家庭 每个教会单位 世上每个地区都不尽相同 教会福利 没有所谓的标准解决方案 你们必须拟定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要与主的教义一致 也要符合你们所在地区的情况 你们可以自行运用神启示的福利原则 不需要一直仰赖炎湖城 相反的 你们需要查看指导手册 加以省思 并仰赖天上的帮助 要信赖主的灵感 并遵从祂的方式 最后 你们必须在自己的地区内 从事基督的门徒 在每个福音棋里所做的事 一起商议 运用一切可用资源 寻求圣灵的启发 并求问主 以获得证实 然后卷起袖子做事 我应许各位 只要你们愿意遵照这个模式去做 就会在人 事 时 地 等方面 获得明确的指引 能以主的方式来供应 教会的福利计划 就是主的供应方式 其中有着先知的应许 及种种祝福 这些都是主 赐予他子女最崇高 最美妙的一些应许和祝福 他说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 必变如正午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无论我们是父是平 无论我们住在何处 我们都需要彼此 因为只有牺牲我们的时间 才能和资源 我们的灵魂才会成熟 变得纯净 这项以主的方式供应的事工 并非仅是教会众多计划中的某个项目而已 这事工不能被忽略或搁置一旁 这事工是我们教义的核心 是我们宗教的精髓 弟兄们 只要圣职持有人 让圣职发挥功效 这项事工 将成为我们的伟大殊荣 我们要变得更加自立 更能照顾贫困主 贫苦者 以及提供爱心服务 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或心不在焉 属世和属灵是密不可分的 神已经在人生的试炼场中赐给我们城市生活的经验 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属世挑战 让我们得以成长 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 遵行主的供应方式 是一项重要职责 也会带来祝福 愿我们都能了解这项职责和祝福 这是我的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们 很高兴能在这场神的圣职 的全球聚会中和大家相聚 今晚我要谈谈圣职准备 包括我们自己的准备 以及帮助别人做好准备 我们大多数人有时候会想 我准备好承担这项圣职中的指派任务了吗 我的答案是 是的 你们准备好了 我今天演讲的目的 是要帮助各位了解这项准备 并从中获得勇气 各位晓得 亚伦圣职是作为一项预备圣职 绝大多数持有人 是介于12岁至19岁之间的 年轻职士、教师和祭师 我们或许认为 圣职准备是在亚伦圣职阶段进行的事 不过天父从我们上位出生 还在他国度那时期 就在我们身边亲自教导准备我们 今晚他在帮助我们做准备 只要我们愿意 他就会不断帮助我们做好准备 无论在前身或今身 所有圣职准备的目的都在于帮助我们自己 及我们为主服务的那些人 准备好获得永生 我们在前身所接受的初步课程 当然也包括救恩计划 这计划是以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为核心 我们不仅学习这项计划 也在天上的会议中选择跟随这项计划 我们出生时 脑海里有一层蔓子 使我们遗忘了前生的一切 于是我们必须找出方法 在今生重新学习 我们曾经知道和挺身护卫的事 今生 我们准备工作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找到那项宝贵的真理 使我们能透过圣约 再次承诺忠于真理 这需要具备信心 谦卑和勇气 也需要那些已经找到真理 并与我们分享的人 来协助我们 这些人也许是父母 传教士或朋友 而这些帮助 也是我们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的圣旨准备 始终包含了其他人 这些人已准备好 提供机会 让我们能接受福音 进而选择采取行动 透过定立圣约 使福音升职在我们心中 若要配衬获得永生 我们在今生所做的福 必须包括尽心、尽意、尽力的工作 以及努力帮助别人 准备好和我们一起 回到神的身边 所以 我们今生所做的圣旨准备 也包括有机会去服务和教导他人 这包括在教会中担任教师 当个名字慈爱的父亲 定额主成员和主的传教士 主会提供机会 但我们是否做好准备 则有赖于我们自己 我今晚想说明的是 若要有成功的圣旨准备 必须做哪些重要的选择 提供训练和接受训练的双方 若要做出良好的选择 就需要对主帮助他的圣旨仆人 做准备的方式 有所了解 首先 他召唤一些人 有老有少 这些人可能在世人眼中 甚至在他们自己眼中 是弱小而单纯的 主可以让那些显而易见的弱点 转变为优点 明智的领袖 一旦明白这一点 他们选择用来训练的方式 就会有所不同 甚至其有人对于 所获得的发展机会 也会用不同的态度来回应 我们来思考几个例子 我曾经是个没有什么经验的祭师 在一个大智慧里聚会 某个星期天笑 我的主教打电话给我 我接起电话 然后他说 你有时间陪我去吗 我需要你帮忙 他只说他希望 我当他的同伴 一起去拜访一位我不认识的姐妹 这位姐妹没有食物 而且需要学习 怎样管理自己的财物 我知道他的主教团里 有两位很有经验的资历 他们两位都是阅历丰富的成熟弟兄 一位是一间大公司的老板 后来当了传道部会长 和总会持有权柄人员 另一位则是知名的法官 我那时刚被主教召唤为 祭师定额主的第一助理 他知道我对福利原则不太了解 对个人理财更是不懂 我没开过资票 没有银行账户 也没有看过个人议算表 不过尽管我缺乏经验 当他说 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我感觉到 他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如今我逐渐明白 这位受灵启发的主教 当时的用意 他在我身上 看到了帮助圣旨持有人 做准备的大好机会 我相信他并没有预先看到 这名未经训练的男孩 将来会成为总主教团的成员 不过在那一天 以及多年来 我认识他的每个日子里 他都把我看作是 有着大好前途的弟兄 来准备我 他似乎乐在其中 但这对他而言是向工作 我们被访过 那位困苦的寡妇之后 回到我家 他提下车 打开他那本斑驳 满是话记的经文 和善地给予我指证 他说我需要多研读 多学习 不过他必定已经看出 我弱小而单纯 所以能够虚心受教 至今 我还记得他教导我的事 更重要的是 我记得他对我的信任 他相信我可以学习 变得更好 他相信我 会更好 他看到的不是我当时的情形 而是看到我内在的潜能 当时的我深感自己 弱小而单纯 希望获得主的帮助 并且相信 主必定会帮助 主教传道部会长和父亲 可以根据弟兄们的这些潜能 来选择采取行动 最近我从一位 执事定额主会长 在进食聚会上的见证中 看到了这种情形 他即将成为教师 离开直视定额主的成员 他带着感动的语气 见证说 他的定额主成员 变得更良善 更坚强 我从没有在圣旨组织中 看到这样的弟兄们 去赞扬他们的弟兄 他赞许他们的服务 接着说到 他知道当新来的直视 感到压力沉重时 自己能够帮助他们 因为他刚进入圣旨组织时 也有这种感受 他感觉到自己的软弱 这使他更有耐心 更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 也因此更有能力 巩固他人为人服务 他在那两年中 变得很有经验 也很有智慧 他了解到这都归光于 他在担任定额主会长时 清楚记得自己 在两年前的困难和需要 当这样的记忆 随着时间流逝 和个人成就 而逐渐淡忘模糊时 挑战就会出现 保罗在给予他年轻的圣旨同伴 提摩泰中故时 必定是看到会有那样的危险 因此鼓励并教导他 不但要做好自己的圣旨准备 也要协助主来帮助他人 做好准备 如果你听到某些事情重复了很多次 不要认为那是很无聊的事情 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保罗告诉提摩泰说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保罗给了我们所有的人 很好的中故 不要担心自己经验不足 却要想一想 在主的协助下 你可以成为怎样的人 保罗劝勉我们在圣旨准备的过程中 所要勤奋研读的教义 就是基督的话 使我们得以配偿接受圣灵 那么不论未来我们面临何种情况 我们都会知道 主希望我们如何服务 而且得到去做的勇气 我们从事的圣旨服务 将随着时间 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我们的肌肉和身体会随着年龄衰老 我们学习和记住读过的事情的能力会减退 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中 培养更多的自律 才能从事主 期望我们去做的圣旨服务 借着每天服务 来培养信心 我们就能准备好 面对这项考验 主已经借着他所称的 圣旨的誓约和圣约 赐给我们准备的机会 我们与神立下这项圣约 要遵守他一切的诫命 并效法他的榜样 来提供服务 竭尽全力去奉行这项标准 能使我们培养出 持守到底所需要的灵性力量 我从许多伟大的圣职训练者身上 学到如何培养这种力量 也就是要养成一种习惯 去克服让你想要放弃的 疲惫和畏惧 这些组优秀的教师让我知道 要获得坚持不懈的灵性力量 就得需要在别人 都宁愿休息的时刻 仍旧坚持下去 你们这些在年轻时 就已经培养这种 灵性力量的伟大圣职领袖 当你们体力衰退时 你们仍会保有这种力量 我的弟弟有一次 前往犹他州的一个小城市洽工 他在饭店接到一通电话 当时是深夜 而我弟弟那天工作得很累 打电话来的冰赛干会长 想必也忙了一天 但是他在电话中说 我听到你来到镇上了 我知道现在很晚 你可能也已经上床了 可是你可以帮我吗 我需要你陪我到市区 去看看所有教堂的情况 我的弟弟那晚陪他去了 他并不懂教堂维修方面的事 也不知道干会长为什么在忙了 一整天之后要去看教堂 更不知道他为什么需要帮助 许多年后 我在日本的一间旅馆 接到了类似的电话 时间是深夜 我当时刚接任教会教育机构 主任委员 我知道辛格莱会长 那时也到日本从事指派任务 住在同一间旅馆里 正当我精疲力气地躺下来 准备睡觉时 电话铃声响了 于是我接起电话 辛格莱会长用他愉快的声音问说 你怎么可以睡觉呢 我正在这里 读一份需要我们审核的稿子 所以我起来了 然后下床工作 虽然我觉得辛格莱会长 审核的能力比我好多了 但我还是下床工作 不过他却让我觉得 他需要我的帮助 多马孟孙会长每次开会结束 几乎都会问 总会会长团的秘书 我的工作跟得上进度吗 每次听到 是的 会长这样的答复时 他总是露出微笑 孟孙会长满意的微笑 让我有所启发 让我不禁思考 我在受指派的任务上 还能做些什么呢 然后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工作 我们 我从伟大的教师们身上学到 如何在时间和年龄方面遭遇挑战时 还能准备好遵守 誓约和圣约 他们以身作则让我知道 并教导我如何在身体还健康 还有体力的时候 就鞭策自己更努力工作 甚至超出我自认为能做到的程度 我无法时时刻刻当个完美的仆人 但是我可以付出更多的努力 比我自认为的更多 如果及早培养这种习惯 我就能准备好 面对未来的考验 你我都可以培养这种 遵守誓约和圣约的力量 来做好准备 通过人生晚期 必定会来到的这些考验 我曾在教会教育理事会的 一次会议中看到明镇 冰塞干会长当时已经服务多年 也经历了只有约伯 才能体会的一连串健康上的挑战 他那天早上主持会议 他说话说到一半 突然停了下来 跌坐在椅子上 他双眼紧闭 头垂到胸前 我那时就坐在他旁边 赫伦长老就坐在隔壁 我们两个人起身帮他 因为我们没什么经验 所以决定连椅子一起 把他抬到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 而且那个椅子很重 他在自己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刻 教了我们一课 我们那时一起抬着椅子 一个人抬着椅子的一边 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 他眼睛半睁开 显然依旧头晕目眩 然后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伤了自己的背 快接近他办公室门口时 他又说 我很抱歉 打断了会议 我们将他抬进办公室后几分钟 他抬起头来对我们说 你们是不是应该回去开会了 我们便赶紧离开 回到会议室 而且知道我们是否在场开会 对主而言相当重要 当会长从童年开始就自我鞭策 努力提升自己的承受限度 来侍奉主和爱主 这项根深蒂固的习惯 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帮助了他 他已做好准备 因此 他能教导我们 让我们看到 如何准备好遵守誓约和圣约 就是要今年累月地持续准备 竭尽所能 即使在看起来似乎不太 不会有太大影响的任务上 也是如此 我祈求 我们都会遵守圣旨的圣约 使我们得以配衬获得永生 并且有资格去训练 我们蒙召唤教导的人 我应许各位 只要你们竭尽所能 神必会增强你们的能力和智慧 祂会调教你 我见证 我从这边 这些伟大的领袖训练者身上 学到了许多事情 我见证 父神活着 祂爱你 祂认识你 祂和祂复活荣耀的儿子耶稣基督 确实成像摄氏微生的少年 约瑟斯密显现 他们将复兴圆满福音和复兴这真实教会的伟业交托给他 他们在他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他 他们让他感受到慈爱的赐责 让他谦卑 以便在提升他 他们准备他 他们也在准备我们 让我们获得力量 能继续朝一切圣职服务的目标和终止前进 也就是获得高荣的荣耀 我要留下祝福给各位 愿你们能体认 神召唤你们 准备你们 为他和为人服务 是一项多么大的殊荣 奉我们慈爱的领袖和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要提醒大家 大会堂唱诗班转播将在明天早上九点半到十点进行 星期日成天大会将在转播之后立即开始 感谢唱诗班带来优美的音乐 也感谢今晚为我们演讲的总会弟兄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么孟孙会长演讲 孟孙会长演讲之后 唱诗班将献唱 来吧神的儿女们 之后由七十元清柳红衣长老做碧会祈祷 孟孙会长请 我亲爱的弟兄们 我感到十分的荣幸今天晚上能够跟各位在一起 我们持有神的圣旨坚强团结在一起 拥有伟大的兄弟情谊 在教义安圣约第121篇第36节我们读到 圣旨的权力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获得许多美好的恩赐 我们持有圣旨 是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这项宝贵的恩赐不仅带来了特别的祝福 也同样地伴随着重大的责任 我们所过的生活必须随时与我们的圣旨相称 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斥着想要引诱我们走上毁灭道路的事物 如果要避免误入企图 需要有决心和勇气 我还记得从前的年代 当时大多数的人的标准和我们的标准十分接近 但是如今却不是这样子了 最近我读到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 提到了在2008年夏天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 一位著名的圣母大学社会学家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 针对全美230名青年成人进行的深度访谈 我想我们可以确定的 这些研究结果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这篇文章很具有教育意义 我想跟各位分享其中的部分内容 它是这么说的 访问者提出了有关是非对错道德两难 以及生命意义的种种问题 让大家能够自由发言 他们自己的发表他们的看法 从那些毫无条理的回答当中 可以看出年轻人很想针对这些主题 说出一些合理的看法 但是他们却没有那样的概念或者是词汇来这么做 当他们要被要求陈述的一个亲身经历的 道德两难的这个处境的时候 三分之二的年轻人是答不出来的 要不然就是说出跟道德完全没有相关的情形 文章也继续说到 他说大部分的年轻人一再地重塑基本的立场 就是道德选择只是一个个人的偏好而已 受访者通常会说这是个人的问题 这是个人的选择 我有什么权利去干涉呢 许多年轻人抗拒对权利的一昧服从 于是选择了另一个极端 也就是他们回答说 我会做我觉得能让我开心的事 或者是凭着感觉去行动 除了凭自己内心的感觉之外 我不知道还该怎么做 访问者强调 他们访谈的大多数的年轻人 并没有从学校、社会机构或家中 获得资源来培养道德观念 弟兄们 今晚听到我说话的人都不应该 对那样哪些事是道德的 哪些事是不道德的 有任何的疑惑 也不应该对我们身为神的圣旨持有人 应当达到的期许有所怀疑 我们已经被教导了 也继续被教导神的律法 不论你在任何地方看到或听到什么 这些律法绝不会改变 在每天的生活中 我们的信仰难免会遭受到考验 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 自身在人群里面 却在一些 不知道能不能被人接受的议题上面 成为少数的分子 甚至独自一个人 我们是否有道德勇气 去坚持自己的信仰呢 即使这么做 会让我们必须独自奋战 身为神的圣旨持有人 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去面对 我们所遭遇的任何挑战 要记得英国诗人丁尼森的话 他说 因我心地纯洁 所以我的力量比十个人还大 这些社会名流和一些 因为某种原因而成为公众焦点的人 很喜欢嘲弄宗教 有的时候甚至会特别针对我们教会 我们的见证如果是不够稳固的话 这样的评论就会让我们 怀疑我们自己的信仰 或者让我们的决心动摇了 在尼腓一书第八章 记载的《李海的生命术》意象中 李海看到了许多人 其中有一群人紧紧地握住铁杆 直到他们走到生命树 吃了树上的果子为止 我们都知道那果子代表神的爱 然而不幸的是 在他们吃了果子之后 有些人因为巨大的广下中的人 他们代表了人类儿女的骄傲 对他们指指点点 嘲笑他们 就因此偏离了而走入 净土失踪了 敌人的讥讽嘲笑是多么厉害的工具啊 弟兄们 我要再问一次 我们在面对这类艰难的反对势力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勇气能够坚定战力呢 我相信我第一次凭着信念 鼓起勇气的经验 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那时我在美国海军服役 在海军新兵训练的时候呢 那是很艰苦的三个月 我觉得自己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我觉得海军不是想训练我 而是想害死我 我会永远记得 第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 星期天的来临的情况 士官长带来了好消息 我们站在操场上 加州凉爽的微风正正的吹过来 我们听到他发出命令 今天每一个人都要上教堂 每个人都要去 除了我以外 我要去轻松一下 然后他大声的喊道 天主教们出列 天主教徒出列 到德卡多营集合 三点以前不准回来 很多人听到命令就走了 然后他又大喊着说 信犹太教的出列 到亨利营集合 三点以前也不准回来 比刚才人数少一点的人 一个队伍也离开了 然后他接着说 剩下信奉这个新教的出列 在法瑞集营的剧院集合 三点以前不准回来 这时候有个想法掠过我的脑海里 他说孟孙啊 你不是天主教徒 也不是犹太教徒 也不是新教徒 你是一个摩尔门教徒 所以你就站着别动吧 我可以跟各位说 我很高兴我现在还活着 但当时我要告诉各位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孤单 没错 不过我很勇敢坚定 但是我很孤单 然后我听到 士官长讲了一句 让我非常开心的话 他朝着我这方面看 问我说 你们这些人是信什么教的 我这时候才发现 操场上 还有别的人站在我后面 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摩尔门教徒 我回头看一看 我在当时 很难讲出心中那股喜悦 士官长抓了抓头 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最后说 好吧 你们都出列 去找个地方聚会吧 三点以前不准回来 当我们大步前进的时候 我想到多年以前 在初级会学到的一首歌 勇敢地当个摩尔门教徒 勇敢捍卫正义 勇敢持守信仰 勇敢传播福音 虽然后来的结果和我原本预期的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当时的确很乐意 独自的一个人站在那里 自从那天起 有时候我身后并没有其他的人 所以我真的独自的站在那里 我十分感激 很久以前我就决定了 要保持坚定 忠诚 这项决定日后一直帮助我随时准备好 在必要的时候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 弟兄们 为避免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难以升任眼前的任务 请容许我分享 在1987年 当时的总会会长 彭孙会长对加州广大教会成员所说的一段话 他说了 自古以来 众先知的眼光已经穿越时间的长廊 遇见了我们这个时代 而意外一个已经去世和未出生的人 也都注视着我们 千万不要弄错这件事 你们是精选的世代 神保留你们将近六千年 才让你们在主第二次来临前的最后日子来到世界上 即使有些人会离开教会 但神的国度一定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能够迎接教会的元首 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归来 就邪恶的程度来说 这一个世代与诺亚时代已经不相上下了 主在当时是以洪水洁净大地 然而现代与当时有个极大的差异 那就是神会为了这最后的时期 保留他最坚强的一些儿女 这些人将协助他的国度成功地向前推展 是的 弟兄们 我们代表了神最坚强的一些儿女 我们有责任保持配衬 使自己配得天父 以为我们预备好的荣耀祝福 不管我们到哪里 圣旨也会跟我们到哪里 我们是不是站在圣地上呢 在各位尝试往前 与你不相称 或者是与圣旨不相称的地方 参与那些活动 让自己和圣旨处于危险的境地之前呢 我恳求各位 停下来思考一下那些后果 我们每一个人 都已经被授予亚伦圣旨 接受圣旨的时候 每一个人也都领受了一种能力 那能力持有天使施主的圈要 哥登星格莱会长曾说 你们承担不起 任何会把你们和施主你们的天使隔开的事情 你们不能有任何一点不道德 你们不能不诚实 你们不能欺骗或撒谎 你们不能在忘称主的名或说脏话以后呢 还拥有天使施主的权利 如果你们之中 有人在人生道路上 失足了 犯错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 不管怎么样 一定都有回头路的 一定有回头路 这个过程就称为悔改 救主 舍了他的性命 为了你我提供了这项非凡的恩赐 尽管悔改这条路并不好走 但应许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已经被教导了 他说 你们的罪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以及 我不再记住那些罪恶 多好的教导 多好的祝福啊 多好的应许 也许你们当中 有些人会认为 我没有遵守所有的诫命 也没有做到一切该做的事 不过生活过得还算顺利啊 我想 我应该可以继续这样过下去 不遵守诫命 又同时享有人生 弟兄们 我肯定告诉各位日子已久 这就行不通了 几个月前 我接到一位男士的来信 他曾经以为自己 可以不遵守诫命 又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现在 他已经悔改了 也照着福音来生活 也遵守诫命 我想跟各位分享 他信中的一段话 因为那些话 反映出这种错误想法的 真实情况 信里是这么说的 我非得吃尽苦头 才体会到 救主说的话 是千真万确的 救主说 一个人是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 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 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们 我跟其他人一样 曾经煞费苦心的 同时侍奉这两个主人 最后 得到的却是撒旦 为相信他的轨迹 幻想和谎言的人 所预备的空虚 黑暗和寂寞 如果要让自己坚强 抵挡得住 想把我们拖往错误方向的 一切势力 或者是怂恿我们 走入歧途的一切声浪 我们就必须 有自己的见证才行 不论你们现在 是在十二岁 或者是一百一十二岁 或者是在这之间的 某个岁数 你们都可以亲自 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真实的 要读摩尔门经 沉思其中的教导 求问天父 这部书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已经获得了应许 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 对基督有信心 他必借着圣灵的力量 向你们写明 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我们若知道 摩尔门经是真实的 接着便会知道 约瑟斯密的确是贤知 他的确看到了 永恒的父神 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也会知道福音 已经在这个后期时代 经由约瑟斯密复兴了 包括亚伦圣旨 和马基西的圣旨的复兴 我们一旦有了见证 就有义务与人分享那个见证 各位弟兄 当中有很多人 曾经在世界各地传过教 许多男青年将来也会去传教 现在就要为这个机会做准备 务必让自己能配偿地去传教 如果我们已经准备好分享福音 就是准备好响应使徒宝彼得的那句忠故 他敦促我们 他说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 在一生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分享我们的信仰 然而我们并非每一次都会知道 什么时候会被交换去做这个事情 在1957年 我就有了这样几个机会 当时我在出版业工作 我奉派要前往 当时被称为教堂之城的德州达拉斯 在那里一场商务大会上面演讲 大会结束了之后呢 我搭乘观光巴士浏览市郊的风光 沿途经过各个不同的教堂 司机就会说 各位在左边看到的是卫里公会的教堂 或者是右边那座是天主教堂 当我们经过一栋 坐落在山坡上美丽的红砖建筑的时候 司机大声地说 那栋建筑就是摩尔门教徒聚会的地方 有一个坐在后面的女士 喊道 司机先生 可不可以多告诉我们一点 关于摩尔门教徒的事呢 那个司机就把车停到路边 转过身来 对着后面的小姐说 小姐 我只知道摩尔门教徒 在那栋红砖建筑里聚会 请问 车上呢 有没有人知道摩尔门教徒的事吗 我一面等着有人回答 我就一面注视着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 看看有没有人会露出知道 或者是很想讲话的表情 结果都没有 我知道 这时候这是我该做了 也就是要做到使徒彼得所说的 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回答个人 我也知道这句谚语是千真万确的 选择的时刻来到的时候 准备的时刻便过去了 在接下来 大约15分钟的时间 我很荣幸的 能够跟车上的人分享我对教会 对本身信仰的见证 我很感激自己有见证 也很感激自己已经准备好分享见证 我全心全意地祈求每一位圣职持有人都能够光大圣职 并且我们也要忠于我们被授予的圣职 被授予圣职时所托付的责任 愿我们每一个持有神的圣职的人都知道自己所相信的事 愿我们始终都会有勇气 也都能准备好维护我们的信仰 假如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孤君奋斗 愿我们都能勇敢地这么做 心里明白 只要和天父站在同一边 我们永远都不孤单 因而得到了巩固 当我们沉思 我们被赋予的伟大恩赐 那就是圣职的权力与天上的能力 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愿我们始终都有决心守护和捍卫这项恩赐 并且配衬地获得其中伟大的应许 愿我们都能够遵守 救主在尼腓三叔的教导 他说 举起你们的光 照耀世界 看啊 我就是你们要举起的光 那就是你们 见我所做的事 愿我们一直跟从那道光 举起那道光 让全世界都看见 这是我的祈求 以及我给 听到我今天所有人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o our Lord who soon will reign on this earth when it shall be cleansed from all iniquity when all men from sin will cease and will live in love and peace oh how joyful it will be when our Savior we shall sing when its splendor he'll descend then all wickedness will end oh what songs we then will sing to our Savior Lord and King oh what love will then bear sway when our fears shall flee away all array in spotless white we will dwell in truth and light we will sing the songs of praise we will shout in joyous place earth shall then be cleansed from sin every living thing therein shall in love and beauty dwell then with joy each heart will swell and with joy each heart will swell and with joy each heart will swell then with joy each heart will swell then with joy and with joy then with joy then with joy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非常感谢您 在今天晚上 我们能够参加这场圣职大会 我们非常感激 我们能够听到 美好受灵启发的中故 借由您的仆人 给予我们这些教导 请祝福我们能够记得这些事情 记得我们所感受到的 使我们能够配衬 当您的仆人成为您手中的工具 而当我们努力去光大我们的圣职时 我们也祈求天父能够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能够怀着快乐感激的心情来服务 我们非常感谢 多马孟生会长 还有他的资历 以及十二使徒 以及其他教会的圣职领袖 祈求您祝福他们 我们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